- 大家午安,請問,請問,每天要和大家一起來的一天 早上是鼓勵七月初日,我們民間公司說開幾問 七月時下,整個地頭都會普渡來交代的五分壓軌 請問他們是好兄弟 今天要跟大家紹介的這一一天,我們一起看看 這日頭做的度,度度,第七條,普渡的度 度問題的意思是由一邊坐準到另外一邊 就是我們說的過河的意思 另外,度合的準,我們說是度準 如果度準的所在,就是度頭,也有人說是度口 如果說度準的買頭,我們說是度準頭 跟人度過河,我們說是度人過 還有坐準過河,我們說是過度 其實過度可以說是事情專門的過程 其中就有一句話,有人說吃飯親手無最怕好 如果做事情親手特輝過度 現代也有一些法律名書 像說印度就是在外國犯罪罪犯出現在我們國內的時 這樣政府就會配合跟罪犯送回去到他們的國家接受法律的制裁 另外,用度是說一個人 無論會報就跟自己的財產專給別人 帶大家做回來小蓋這兩個數 當一個當一個當一個導教,也就是這個北方的教 在每一個時間會來過年,背後路人去過年 第二個數當一個當一個提到,這個意思是說用得高來提準 在人過河的動作 過去提到的人,有人直接說他是提到尊 用一句话来记得 跟这两个字合作为 譬如说 每年夏天 你的这个导臣头 都可以看到导致 可以坐天导臣 陷上的美丽风景 让人看得深凉不透开 今天小街这一日 他做导致 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